好 接下來跟各位講的所謂的雨期 就是台灣的主要降水這圖就是一個降水的分布圖 你看出來什麼時候雨水多 上到什麼雨水多 五六 七八九 五六月什麼雨 美雨 七八九 海風 所以不管南部還是北部 台灣的主要降水都來去哪裡 美雨跟海風 這比選擇考過就畫兩個圈就問它是什麼雨 美雨跟海風 五六月是美雨 七八九 海風 所以不管南方還是北方 我們的主要降水都是來自於美雨跟海風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上跟下的其他月會有差對不對 上面是北部台北 我們講過了北部地區在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會因為地形還生而多雨 對吧 所以在其他月份 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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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十二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我們北部的雨水還是很多滴 對不對 很多多滴 但是南部呢 就幾乎就沒有水了嘛 南部就幾乎就沒有水了 現在就乾旱 所以考試就考一個題目畫一張圖 問你說這裡是北部還是南部 你怎麼知道看冬天的雨水嗎 冬天有雨水就是北部 冬天的雨水就是南部有雨水 雨季的南北有差異 如果你沒有看新聞你會發現 我們就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有一些地方要進入第二階段限水 為什麼 因為我們去年幾乎沒有颱風你記得嗎 去年幾乎都沒有颱風 沒颱風 東天也 南部東天也沒有雨水 所以你就發起來了 水就不夠了 所以要進入第二階段限水了 我們開始拜託嘛 現在春雨到尾講到春雨 看春雨會不會多一點 如果春雨再不多要靠誰啊 就要靠今年的梅雨 還沒有呢 大家要準備實在路上好了 準備進入第三階段一次階段限水 反正就是水 旅旗分部 因此 好 因此 春雨 正常台灣的春天應該講是3月4月5月 不過你要講2月算幾月 OK 差不多 來 春雨 春雨呢 春天的天氣不穩定 說法一到春雨貴如有 貴如有表示多還少 少嘛 可是它也可能很多 不一定 所以的話 以前是國語跟台語都有 那春風好不穩呢 春風好不穩 晚娘面孔 意思就是說那個晚娘呢 就是一下子笑一下子那個生氣要打人這樣子 就變得很快 可是因為春風好不穩有其次好不穩的協議啊 所以現在改成叫做春天孩兒面 小孩子像春天像小孩子的也一樣 一下子哭一下笑一下哭一下笑 變成病情OK 所以春天天氣不穩定 有的時候雨水很多 有的時候雨水不多不多不穩定 那就回到了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南部有所謂的結構性的乾旱 什麼意思 因為我長成這樣 所以我就容易鬧汗戰 我的雨水基本上都是五六七八九月 其他時候幾乎都沒有什麼雨水 所以萬一哪一年碰到了乾美 碰到像去年一樣幾乎都沒有颱風 我到了年底我就會怎樣 我就會缺水 結構性的乾旱問題 像經理就是會形成這樣狀況 所以因為我的雨期的分佈 我的雨量跟不均的關係 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剛剛各位了解一下 台灣南北的一些雨量分佈的情形 考試這個會考的OK嗎 OK